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東五六縣市我們跟交通部公路總局申請的經費 大概快要將近四億 包括一期二期 然後工程費加設計兼照費那些 那一期工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綠色這一段 我們已經完成了 現在在做的是綠色這個第二期的工程 把原有的道路拓寬 彎道比較大的地方稍微拉直這樣子 我們希望在這兩個月時間 從我們台十一縣將來可以直接進來 在我們大概880公尺地方 我們有一個十米路接原來的舊的富岡街 直接到港區 將來的話港區要到我們台十一縣的話 也可以順著原來的道路 東五十六直接從小野輪那邊出來 也可以沿著我們富岡海邊大道 也直接可以出去到台十一縣 疫情的這段期間其實台東縣的建設處一直沒有停住 持續的在加快我們公共工程的速度 今天我們來到富岡運港來看我們東五十六縣 也是俗稱的富岡海濱景觀大道 第一期工程在去年完工 第二期我們現在加緊完工 希望能夠趕在暑假期間 能夠讓民眾有一個全新的濱海廊道 在我身後您看到的是 漁港前面的這條道路有660公尺 我們也趁著現在人車稀少的時候 趕快來進行跑步的工程 因為這條路的使用量實在太大 希望在疫情解封之後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富岡街道